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毛鱼士之前在沈阳长沙演讲的时候遭到毛左分子的砸场还有围攻 下周六毛鱼士预期在杭州高峰经济论坛的演讲呢 日前传出又遭毛左门干扰 毛左在网络上谩骂并准备再次前往现场搅局 对此有学者指出 近期毛左门的猖獗和中共高层的政治趋向有关 6月22号杭州将举行2013年开源广场高峰经济论坛 被誉为中国大陆民间经济学第一人的自由派学者毛鱼士 受邀担任主讲嘉宾 6月9号主办方在杭州《萧山日报》上刊登了演讲广告 却引起一些毛左在网络上谩骂 并策划动员毛左前往现场搅局 毛左们还打电话到《萧山日报》报社和主办方开源广场 要求取消毛鱼士的演讲 为此记者致电毛鱼士询问有关情况 毛鱼士同事指出毛左的活动很可能和当局对毛泽东的支持有关 从1935年到1976年 毛泽东一直是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 在此期间中共连续发动多次政治运动 大搞阶级斗争造成多达几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 中共十年文革更使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被破坏殆尽 近年来随着民众的觉醒 中国大陆出现了批毛批共的热潮 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公开揭批中共和毛泽东的罪恶 2011年毛鱼士发表文章把毛泽东还原成人 他认为毛泽东冷酷无情没有骑马的人性 文章指出毛泽东为了手中全力大搞阶级斗争 死人无数在所不惜 人祸导致的三年大饥荒造成几千万人被饿死 从此毛鱼士被毛左视为眼中钉 经常遭到谩骂攻击 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毛左越发嚣张 4月25日毛鱼士在沈阳2013非公经济发展高峰论坛的演讲 遭到毛左闹场 5月4日毛鱼士在长沙的演讲再次遭到毛左围攻 主办方被迫临时改变演讲地点 对此大陆资深媒体人高瑜表示 目前中共对普通民众的聚会抗议非常敏感 而对于毛左的各种违法活动却根本不管 5月中旬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的所谓9号文件被曝光 这份名为《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显示 中共自觉危机重重 急于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 而毛左的活跃恰恰是为了附和中共中央 大陆独立作家王藏同时提醒毛左看清国际趋势 看清网络时代民心崛起的现实 不要再做违背法律违背良知的反人类言行 否则他们的言行在未来一定会受到清算